我幫你答應 請你做一個階段的自我介紹 我是李丹 是中國國際女行展的發起人和策展人 不好意思 重新來重新來 我叫李丹 我叫李丹 是中國國際女行展的發起人和策展人 從北京來 在中國看過很多女性的行動 在中國舉辦一個很大的氛圍 在中國舉辦一個氛圍之下 女性如此 是那麼地位還不到很不能的狀態下 这样的状态 举办女性演讲 有没有来自各方的一种压力 或者是有论 是这样 中国非常好玩 中国不像在国外想的这样 说它可以做或者说不可以做 其实有很大的灰色的空间 这个灰色空间就是 我们做的东西其实是不合法的 因为我们没有去注册 因为在中国 不像现在在这边或者在日本 你只要是说我做电影节就是合法 你只要不放那些违禁的 可能说黄色的或者太暴力的就可以 但是在中国呢 你必须是广电批准才可以的 但是我们的方法是说 我们第一不去放那些特别政治敏感的 但是呢 即便不是政治敏感的 还是会有一些像同性恋的问题 或者是裸露的问题 或者性自由的问题 然后是政府不能接受的 不过这些呢 因为不太敏感 所以我们会找到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们会去找一些外国的导演 还有外国的使团 包括一些外国政府的比较高层的人 然后在后边说支持我们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政治上的保护 然后就能让这个电影节在中国 可以安全地发展 但是什么时候中国的 中国人的而且是有些关系和平常人的 这种情侖的情侶 外国人的女性的 但是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爱你 是裸露的 这种情侶的 这种情侶的 但是不在中国人的 我们一些中情侶的 空间 注意那种情侶的 女性的 女性的 如果主催了10,000人或大多的行為 或厚力不可賣 你介紹什麼作品嗎? 監督名、題目、題目等 有沒有特別想介紹女士一旦這次帶來作品 有沒有特別想介紹的一部片 可以說一下對這部片感到感動的地方嗎? 有一部電影叫《迷失·Lost》 它是黃莉莉導演拍攝的 然後它是把自己的真實被家暴的故事拍成了電影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能夠反映現在中國很大的社會問題 不光是中國,整個東亞地區在傳統文化裡 好像丈夫打妻子就是很天丁地義的事情 在去年中國才出台了《反家暴法》 然後現在這個家暴法的實施其實也沒有得到人民和警察方面的理解 所以這個問題現在仍然很嚴重 但是大家就像剛才哪位日本導演說的 就是其實是一種沉默 所以在中國有一個導演就第一次把這個家暴的議題公開地講了出來 而且是用電影的藝術的方式講出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們要介紹一下這個家暴法是《ROST》 這個家暴法是《ROST》 這個家暴法是監督自身的CV的経験 這個家暴法是做的 然後這個家暴法是做的 但是在中國的這種女性是不動的 這是很難的 但是這個家暴法是要不動的 所以這才能GP的相機 就是很理論的 這次是一位 那樣的導演 有一著中的那一位 CV來的 CV走路 CV來的 CV走路 CV走路 我认为你会介绍一下 我认为你拍摄我的影响 我认为你拍摄的影响 是很好的影响 你也有一个影响 我会介绍你 他们这次带来的影片里面有一部 我叫什么A-Code 应该是《回声》 他非常想要把这部电影介绍给你们 他觉得应该跟你们的这个影战 这样的基本的话希望可以 对对 而且我们现在是这样 我们9月份会在中国做 明年会9月份在中国做第六节影战 但是呢我们也在香港 做一个更大的旅行电影节 因为在香港我们可以合法地做 而且可以进到电影院 我们也希望在那边做一个女性电影的市场 就像鸿马克导演这次一样 就是我们把导演 编剧和投资方放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邀请 他的电影也想通过他能够邀请 更多的日本的女性导演参加我们的电影节 很多角色的金票用来就像这样的 我们可以来看其他人的女性电影闘会 在中国的女性电影节上线下的 人生电影节上的女性电影也要 你也有十多年多的女性 是否希望 我希望女性的社会进展进去 不仅仅进行的 电视世界 也有艺术世界 也有政治世界 也有此处在这中处 我希望在日本有一个状态 是很美心的 在艺术领域的那一个地位 是非常狭窄的 希望可以继续中国 这样美心的这样子的交涉 对 我觉得中国和日本还有台湾都很近 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地方可以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我来年是要做一部跟强暴有关系的电影 太好了 我们在去年的电影节里面有一个关于强暴的 是一个诺维的电影 就叫Ripped 就是一个女导演被强奸 然后后来她自己去采访了很多强奸犯 在瑞典的电视台里面播映 而且得了一个奖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电影是非常有力量的电影 所以如果她能够把这个电影带到北京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问日本文化中心 是不是可以资助这样的电影在中国更多的放映 我认为 동안隔smith而故随的时候 她想做及到素质ito生的电影有 olan 반ение 何 wären有白色丝的电影像 因此,我希望做了Rap的問題、映像是來年製作的問題 請請請請請請 日本現在對年幼女性的強暴是兩大數的問題 所以他真的非常想要理由,還是這樣便宜? 使用也不夠跟別人對話 我們可以一起做,因為在中國這個也是一個大問題 剛剛有一個很大的新聞出來,那個洪荒蘭幼兒園的事件 就很多農村的,不光是在城裡邊,在農村,很多留守的女童 因為就父母出去打工,然後很多家裡邊沒有大人 所以他們就是被從村的這些成年的男人,然後做性侵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中日可能共通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怎麼樣去做一個可能整個亞洲會共通 所以也是可能可以看可以學習的一個像教材一樣的電影 他們說敬請請請請請請請,其實就是在中國的農村 種類,的 Tak gloves,有很多種類的物品 大一個藏物體都在装住 那裡還有一個小厲害的女生 我也是在日本 所以來年Oman Powerの映画祭を ユーラシア Film Festivalの一環獄で 獲得したいと思って 今インドとスウェーデンの映画監督が 来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もし作品を出してもらえたら 嬉しいです 明年也有一個像是江戸棟里 放在了一個電影節 然後會有來自瑞典 然後跟印度的導演